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我是為大家介紹道家寶建二十四式 道家寶建二十四式是一套很簡單 很容易做的工法 這套工法故知然是寶建 這套工法很久很久以前都有人做 它的來源無從稽考 亦都不需要稽考 因為在民間是大為流傳的 這個工法是綜合了中醫的理論 它是會有按摩 推拿 穴位的彈跳 按油 和疏通經絡 運行氣血的功效 對五臟六虎的器肌是有保健醫療的作用 如果有病 亦都可以醫病 這個道家寶建二十四式是有二十四個動作 這裏是包括了差不多是全身重要的區間 眼、耳、鼻、口、舌、耳頭、皮膚等等的按摩 可以疏通經絡血的 對關節亦都有幫助 它是活動肩關節、頸關節、手部、腕部、膝頭和腰部等等的關節 都是有一個保健作用 又適合於老年人 因為老年人在關節運動上面 很多時是退化的 或者是有些關節炎、關節痛 這個保健工 相應於這些關節的問題 作為一個運動 另外它又包括了一些呼吸 拉腰、拉筋等等 亦都可以幫助相應的問題 相應的疾患 基礎來說 這個保健工是老少咸宜 每天都可以做一至兩次 早上可以做 晚上臨睡前亦都可以做 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保健工更加可以行氣活血 保持溫暖的情況 道家保健二十四式 是一個簡易的功夫 所以我們不妨在每一天抽一些時間 來做 一般來說 二十分鐘左右 就非常之好 如果你是時間不許可 簡簡單單 每一道地方做 或者選取某些動作來做 亦都是好的 這個就是保健二十四式 做道家二十四式的保健工 就稍為做一個靜坐的預備式 預備式就是大拇指雙搭 按住就放在小腿那裡 雙眼合 收下巴 腰微微挺直 自然 這樣就做完 接著就做第一式是耳弓 耳弓就是搓耳輪 兩隻耳仔的耳輪 就是輪郭 每一邊各做十八次 搓耳 就由上搓到下面 整隻耳仔一起搓 搓到它紅 搓到它熱 這個功夫 就可以調理到全身的狀斧 接著我們是做明天鼓 明天鼓就是 將兩隻手放在枕骨下面 兩隻手指 一隻是中指一隻食指 將食指放在中指的上面 就彈 彈枕骨下面 大概是封齒穴的位置 封虎封齒穴之間 彈按這個後枕骨 三十六次 第二式是扣齒 扣齒 是將上下的牙齒 是互相輕構 輕構三十六次 千萬不要太大力 我們要輕構 微微地 是互相輕構三十六次 第三式是舌公 舌公是將舌頭 攪在口腔裏面 上下的口腔 總共上下口腔各九次 來回左右去攪它 接著就是攪牙筋的上下牙筋 首先是攪內的牙筋 上牙筋攪九次 下牙筋攪九次 是左右左右這樣攪 左右為一次 共九次 接著是攪外邊的牙筋 先攪上牙筋 來回地攪左右這樣當一次 共九次 接著攪下牙筋 外的牙筋 外的下牙筋 共九次 又是左右這樣攪 攪完之後 你會覺得有口水 第四式是受樽 受樽的方法就是 接著上面第三式的舌公 來做的 首先放右掌起上額 左掌起下額 就相互拉抹 互相拉抹 這也要100次 拉抹的時候 便能儘量的感覺到 面皮是被拉動的 接著上面 第三式的舌公 來做的 首先放右掌起上額 左掌起下額 互相拉抹 這也要100次 拉抹的時候 便儘量的感覺到 臉皮是被拉動的 一共是做一共的 這個可以將氣血上下通和 使得經絡 尤其是絡絡 就可以通腸 有助我們皮膚表層的血液循環 總共要做一百次 上下拉當作一百次 第五式是擦鼻 首先我們將兩隻大拇指擦熱 接著將兩隻大拇指的外邊 用指骨來擦按兩邊鼻樑骨 向上用重力向下拖過來輕輕手 上下拉動各十八次 這個推到鼻骨有熱的感覺 第六式是目弓 即是眼弓 首先我們擦熱對掌 將雙手放在臉上 輕輕抹一下臉 接著將兩個掌的肉 厚肉的地方放在太陽穴 打圈地擦它 擦油三十六次 擦太陽穴可以幫助上壓和眼部 經過血液循環 接著用三隻手指 拇指、食指、中指 擦在精明穴和印唐穴之間 拇指和中指按著精明穴 食指按著印唐穴 印唐就是圓關 三隻手指捏這個位置的皮肉 重捏輕啼 重捏輕啼 總共捏三十六次 第七式是油頭 就是將我們的十隻手指 擦在頭皮上搓油一百次 我們搓動的頭皮 就不固定地 不固定式地在頭皮上按壓 這個就是可以疏通頭頂的氣血 有助皮下神經的活動 可以提神醒腦 亦都可以對頭髮生長有幫助 這個頭皮按壓 是一種按摩的手法 我們就不需要大力 是適當的感覺到自己的頭皮 是舒服為原則 是可以振奮中書神經的 第八式是頸弓 頸弓主要是鍛煉頸後面兩條大根 我們是雙手十指互扣 向枕下面的兩條大根向下 抹推按 我們由上而下 就不由下而上 所以我們重力是向下 收回來是輕力 因為我們的血液 將腦部向下推 推向下頸椎那裏 我們這兩條大根 主要是因為我們伏按工作多 容易疲勞 按壓這兩條大根 這個頸弓 是自然會消除疲勞 有助提神醒腦的功效 做完這個功夫之後 我們是提出 養頸和虎頸隧頭 養頸的時候 就吸氣 隧頭的時候 呼氣做九次 做完這九次之後 我們是用力再做九次 用力再做九次的意思是 將頸向後握的時候 用力和對手的力抗爭 上的時候吸氣 下的時候呼氣 吸氣是吸清氣 下的是呼氣 再做九次的 第九色是洗臉 我們首先是拆熱相掌 拆到熱之後 將對掌放在棉上 由下而上 這樣抹棉 由下而上去到鼻樑 用我們的尾指上面的大肉 來上去 上去前壓 用近碗部的大肉 來抹兩邊耳朵 再沿著兩旁的面頰 就下去下巴再升上去 再升上去 沿著鼻樑升上壓頭 過耳朵再下去 這樣打圈做 一共做三十六次 做完三十六次 我們將兩隻掌 壓按相耳 然後做明天鼓 明天鼓就是把兩隻手 接著我們要做明天鼓 將兩隻手 蓋著兩隻耳朵 然後將食指和中指 在枕骨下面彈按 食指在中指上面彈下去 總共是彈三十六次 最後按耳朵三次 重壓按的耳朵 將它放棄 那就是一次 總共是三次 第十式是游肩 就是將左手放在右肩那裏 和右手放在左肩那裏 這樣擦肩 打轉圈這樣去游肩 每一邊做十八次 游的時候 視乎你自己肌肉的厚度 厚的肌肉就游大力一點 如果肌肉薄的就游小力一點 第十一式是甲背弓 甲背弓是將兩個膊 跟著的腰是旋轉地搖動 兩邊左右搖擺 總共十八次 左十八次 右十八次 我們做的原則就是 將肩部對角線滾動 由肩的搖動 拉扯到腰兩側的大肌 總共是做十八次 然後做提肩 升起雙肩 然後下來 打圈這樣 上下上下這樣做 再做是十八次 第十二式是拆腰 拆腰即是拆內腎 首先拆熱雙手 然後將雙手放在後面腰的位置 上下這樣拆按九次 然後用拳頭 拳眼睹腰部 又是做九次 又到我們武術問題的時間了 八段感是一種內功 還是外功呢 答案A內功 B外功 C兩樣都是 八段感是內功還是外功 其實內功和外功都是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又是練內氣 所謂內練一口氣 它又通過這一口氣 就要灌注到你的肌肉 這樣是外練根骨皮 所以又是內功又是外功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道家保健二十四式的 前面的十二式 前面十二式是介紹了 人的身體上半部分 頭 頸 膊 包括眼耳口鼻的功夫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 人身體的下半部分 包括了胸腹 丹田 膝頭 腳等等的部分的動作 希望大家收看和練習 請問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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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多謝 神森 這是十二式的 神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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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養生修談的 道家寶健二十四式的下集 下集的十二式是照顧到人身體的下半部分 包括了胸腹前面的丹田後面的命門 膝頭和腳底 越位包括了足三里 永泉 合谷 內關等等 足三里 合谷 內關 永泉等等 這些越位在中醫來說是關越 關越就是幫助我們身體的氣血的平衡 狀況我們的氣血 增強我們的免疫力 來抵抗病邪 尤其是傷風感冒都會少一些 還有一個就是戴蜜 和戴蜜就是幫助我們下面丹田的氣血 尤其是戴蜜是打橫走的一個圈 尤其是戴蜜是打橫走的一個圈 它是輔助我們正經十二經 我們的胃中又幫助我們腰 我們推前是直接幫助我們腰骨的按摩 另外又有我們的內關是幫助我們胸腹的腸胃病 如果是胃腸胃痛我們按內關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希望大家爭取下集的十二式來多多練習 我們身體會是更加好的 第十三式 擦胸蜜 將右手放在左邊的翼窩下面 食指放在翼窩中點 然後將其餘的三隻手指按住腊骨的胸位置放 然後就是打圈地按壓五十次 做完之後將四隻手指放在下半部分的腊骨位 又是打圈五十次 做完上下之後 我們將上下這樣掃腊骨 掃九次 之後我們將左手放在右的翼窩下面 食指放在翼窩的中點 然後其他三隻手指按住腊骨的胸位置放 然後打圈五十次 做完再放四隻手指在下半部分的腊骨位置 又是一樣做五十次 打圈地按壓五十次之後 我們又是掃腊骨上下這樣掃 掃九次 第十四式 擦丹田 我們將左手放在池中 右手壓住它 或者是視乎自己個人的習慣 右手在下面 左手在上面也可以 我們打圈 打圈三十六個圈 打圈的方向 就一定是 在前面看上去是順時針的 我們千萬不要做逆時針的方向 因為大腸去到肛門位是順時針的 做三十六個圈 做完之後我們是上下這樣掃這個任務 圈要在池中上面 再池中落下面 中極的位置 這樣就掃九次 做完之後呢 我們是掃住池中 單田的位置 將暖氣保持著一會兒 然後才放鬆 第十五色是初命門 尾門就是在脊椎 腰骨第二椎的下面 我們將帽子 放在客席的位置 固定這個位置 接著就是四指 在脊椎骨的分別這樣排放 然後就上下這樣按推 按推上下五十次 第十六色是捏虎口 虎口就是合谷穴 合谷穴的位置就是這個食指上面 脊椎骨上面的一個大肉 我們按壓它 首先我們將另一隻手的食指 就置在底 接著用拇指在上面 游按這個合谷穴 五十次 我們用的力度要大力一點 按到它有一點酸酸鼻鼻的感覺 就最好了 做完一邊就做另一邊 又是將這個食指 就置放在要做那個手的下面 墊著之後用拇指按壓它 上面的大肉 合谷穴 又是用力按壓 游它五十次 第十七色是扣關膜 扣關膜的關的意思就是內關 這個是碗穴 這個是碗關節對上的三隻手指位置 這個內關穴 我們是將另一隻手的三隻手指 食中和無名指 分別放在碗的上面 食指的位置就是內關穴 我們用力地扣下去 輕輕地彈上來 做五十次 做完一邊是做另一邊 亦都是這樣 找這個位置 就是三隻手指的位置 在碗部對上 又是食指用力地壓下去 輕輕地彈上來 做五十次 每邊做五十次 第十八色是戳尾骨 我們將兩隻手指 中指和食指 兩隻手指 放在底椎尾椎的位置 上下搓 搓三十六次 第十九色 按尾中 尾中穴 我們將兩隻手指 放在塞窩後面的中點 我們要做這個穴位 要雙腳微微伸直 我們將這隻中指 放在塞窩後面的尾中穴 我們有句說話叫做 腰背尾中球 即是說你腰背的病痛 在這個尾中可以治療 第二十色 由膝蓋 膝蓋骨 即是菠蘿蓋 我們要伸直腳 伸直腳 伸直腳 那菠蘿蓋的印帶就會鬆 菠蘿蓋又不會拉緊 在鬆弛的菠蘿蓋底下 我們由按摩打圈五十次 左右腳一樣 伸直腳 打圈五十次 第二十一色 按三理 三理的意思是觸三理月 位置是塞眼对下四个手指 那个是触三里月 是颈骨旁边的 按三里月要大力地按 大力按压由打圈 左右一样 按五十次 按三里月 不但对脾胃的病患有帮助 它还是一个很虚的月位 所以一些平时比较体虚的人 有空按下这个触三里月 也是好的 第二十二式 拆涌泉 涌泉月在脚板底 全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中间位置 我们按压涌泉月 要大力按压 五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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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d 我能干脂过独粹 明 personally 我能看见 第二十三色和戴墨 首先我们将一只手的拇指 摆在另一手的劳工穴 然后摇上身 尽量向前倾 然后向左向后向右 左右这样打转 旋转左右各十八次 大墨是奇经百墨的一条墨 它是打横的 是绕着的土墨 是打横的一个圈 它为是正经的十二经墨 我们摇动这个身体 可以带动这个大墨的 疏通这个大墨的经落气血 是远借的一条墨 有点需要消费 那是一个骑到的 有点需要打着 是否见我们是在山上 就像我们手一样 是在山上 我们会把层的一条墨 所以我们会保持 按照这个曲 第二十四式 織布弓 我们双腿伸直 脚趾对大脚趾 然后双手紧扣十指向前推 推尽收回来 收回来 吸气 推出 呼气 吸气 呼气 这样 保持脚伸直 弯腰向前推 吸气 收回来 总共是做三十六次 连工作均的作品 日线 这是为什么 或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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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为何 在他的生活中 但以前开幕内 答案选择A,早上做,B,临睡前做,C,早上又做,临睡前又做 C,早上,早上做,临睡前浴编起来